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2月6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网播报 我是Jennifer 据家通社报道 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明已递交辞呈 过去两年 家中两国关系紧张 鲍达明因为帮助两名加拿大人从中国接押中获释而受到称赞 但他也因为大力推动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而受到批评 周一上午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了鲍达明即将离职的消息 称这位前商业高管将于年底正式离职 特鲁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带着感激和尊重 我接受鲍达明大使在年底离开北京的决定 在过去的两年里 他以决心 正直和同情心领导我们在中国的团队 这正是我们两国关系面临艰难挑战的时刻 三个月前 两名加拿大人康明凯和斯帕弗获释 他们于2018年12月首次被中国当局逮捕和拘留 报道称 两人被关押在中国监狱 显然是对加拿大官员逮捕华为高管孟晚舟的报复 孟晚舟因欺诈指控受到美国当局的通缉 鲍达明在担任加拿大驻北京最高外交官期间 这两名加拿大人的情况成为其主要工作 特鲁多周一宣布其辞职时 也提到了这一点 特鲁多说 作为人权和法治的捍卫者 他的首要任务始终是确保康明凯和斯帕弗获释 他们在中国被任意拘留了两年半 他为这项重要任务不知疲倦的工作 感谢他的领导能力和形熟的外交手段 康明凯和斯帕弗终于回到了家中 与家人团聚 在孟晚舟与美方达成暂缓起诉协议后 这两名加拿大人已于九月获释 加通社的报道称 曾在全球咨询公司麦肯锡 担任高管的鲍达明 在担任驻中国大使之前和期间 也曾因不顾中国政府越来越专制的倾向 推动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而受到批评 特鲁多在声明中称赞鲍达明 帮助塑造了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和优先事项 他说 感谢他的努力 加拿大现在能够更好地管理这一重要关系 实现我们的外交目标 随着节假日临近 边境数将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刻 但由于Omicron新毒株的威胁 加拿大又恢复了要求在航空及陆路入境数 做新冠检测的政策 联邦政府在6日正式与三家公司签订合约 由这些公司负责做入境新冠检测和其他检测服务 据悉 这笔费用总计将达6亿3100万元 这三家公司分别是Switch Health LifeLabs以及Donicare 届时 这三家公司将负责为入境者提供服务 包括运约检测 检测的实施以及结果管理 此外 他们还会对临时外来劳工 难民 寻求庇护者 以及国际学生提供进一步的检测支持 Switch Health公司将负责在安省 阿省 以及大西洋省份的入境检测 合约上签署的价格总计4亿4000万元 LifeLabs将给从BC省 萨省和育空地区入境的人员提供检测 金额总计1亿1100万元 Donicare负责给魁省和曼省的入境数做检测 合同金额计8000万 联邦公共服务解采购部发言人Gabriel Lebluff表示 这些公司将会根据所提供的服务数量获得支付款 合同上的金额也许不会完全支付 据负责在安省地区做入境检测的Switch Health公司 公共事务部副总Jordan Parkett介绍 该公司负责在机场入境处的检测通常都在现场进行 他表示 在安省 阿省及大西洋省份 实施强制性的入境随机新冠检测项目时 加拿大边境服务署会在旅客的护照或出行文件上贴上标签 示意该旅客是否可以直接前往领取行李 还是要先停下做检测 而陆路入境时情况则不同 Parkett表示 出行者会被随机抽查 被抽中者需要领取试剂盒回家自册 该公司工作人员通过网上平台 对这些被抽中检测的人员进行监督 并会指导他们把做好的试剂条放进信封内 然后以邮寄方式寄出 如果有人可以在信上监督 那么检测的有效性将会更有保证 他说到 这能确保准确度 负责在BC等地区给国际出行者做检测的LifeLabs机构表示 该公司会负责收集检测样本 进行检测分析并报告结果 目前DanaKell公司尚未对具体操作细则作出回复 加拿大一对夫妇依赖联邦政府的福利金CERB 度过疫情期间最困难的日子 但是现在他们必须偿还这笔1.2万元 据National Post报道 赛省李贾纳的夫妇Crisen和Jeff Curtis 在疫情初期都失业了 Curtis是一名电工 于2020年4月被解雇 Crisen是按摩师 被解雇了6个星期 和其他800万名疫情中失业的江大人一样 Curtis领到了CERB 他后来于2020年11月重返工作岗位 上周这对夫妇收到联邦政府的信 通知他们必须偿还这笔福利金 他们称感到很震惊 Crisen说 我们感到震惊和惊讶 因为我们合法地申请了 这个本应该帮助我们的CERB 我们知道必须为此纳税 所以我们做好了准备 但我们没想到会收到偿还的通知 政府在信中通知这对夫妇 他们必须在今年年底之前偿还这笔钱 否则这笔钱将进入他们的所得税 Crisen说 他已经联系联邦政府询问出了什么问题 但尚未收到回复 Crisen说 CERB至关重要 帮助他们在疫情出息生存下来 这笔钱用来支付房贷 电费和能源账单 他说 如果没有这笔钱 我们就不会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在Curtis失业期间 他们拖欠了一些账单 现在还在努力偿还 Crisen说 我们肯定没有多余的钱来偿还这1.2万元 报道称 根据联邦就业和社会发展部 于11月25日发布的一份声明 联邦政府已开始联系那些被要求偿还CERB的江大人 政府表示 在新冠疫情初期 为了尽快让居民们得到财政支援 申请CERB的人都得到了预付款 对许多人来说 当他们还在领取CERB时 这笔支付做了和销 但是加拿大服务中心现在正在联系那些在和销之前返回工作的人 就业和社会发展部表示 将与加拿大人合作 建立灵活的还款时间表 不会收取任何罚款或利息 当被问及该部门是如何决定有人必须偿还CERB时 就业和社会发展部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说 申请过程中 居民首先自我申报申请的信息 CRA可能在稍后印证这些信息 该部门没有说明如何确定什么人必须偿还福利金 Kristen说 他收到的政府信中 没有解释为什么他和丈夫欠了这笔钱 他说 这看起来像是加拿大税务局的账单 他说 我们想知道为什么那些申请CERB并绝对需要的合法人士 却要为绝对需要的东西买单 印度神童安南德于10月预言 全球会爆发能源危机 电力短缺 供应链中断等危机 并在12月10日 大约12月第二个星期后加剧 而安南德在11月的月时预言中 又指未来一年房地产 地缘政治 如中美关系可能受到冲击 以及洪水爆发等 踏入12月 印尼东涨瓦塞 梅鲁火山爆发造成数十死伤 新冠肺炎新变种病毒株Omicron现身肆虐 甚至美股港股大幅波动 以及中概股被洗仓等 令网民影响到 阿南德预言成真了 而阿南德于12月3日发布的最新预言短片 指今年12月14日至2022年4月 是极重要的时期 可能影响全球多个国家经济 以及有强降雨 地震等天气天灾等 并提出一招避免灾难的方法 印度神童阿南德于12月3日发布预言影片 指出卡拉斯尔帕瑜伽 将会在12月14日形成 提醒必须小心谨慎 因为今年12月14日至2022年4月 是极重要时期 或影响全球多个国家经济及天气天灾 不过阿南德预言也非全部成真 部分受到质疑 例如他预测2020年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并使出参与国家为美国、伊朗、印度及巴基斯坦 但纵观2020年未有发生相关事件 另外 阿南德曾预测2021年2月 或发生经济崩盘等大灾难 为虽然全球股市有大幅波动 但仍然处于高位 所以预言这回事只供参考 对于加密货币前景 印度神童阿南德与以往预言影片及文章中 曾含有提及比特币等加密货币 指加密货币价格会在这个时间点大回调 甚至泡沫破灭 阿南德另外预言了经济泡沫爆破关键时间点 形容这次爆破爆炸性非常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